对对对 story diffusion ok 好开始吧 这篇论文的背景是Diffusion模型 虽然生成图像和视频的效果比较好 但是如果让它生成一系列图片或者 图片或者一个视频来讲一个故事的话 就这些图片可能会存在不一致性 然后这篇论文就提出了两个模块 第一个就是consistent self-attention 这个模块的话就是做图像生成方面的 它的目标就是提高一系列图片 他们之间的一致性 就比如说右边这张图片 然后它是一幅连环画 然后这个人物的 比如说这个人物 他在每一幅里面都应该是同一个人 然后他的服装都应该是同一个 然后第二个模块呢 就是semantic motion predictor 这个模块是他做那个视频处理方面的 他的任务就是在给定第一帧和最后一帧的情况下 他要预测出中间的所有帧 然后同时保证 所有帧他的过度的顺滑 然后还要保证他们的一致性 然后之前的工作的话就是这个IP adapter 它是用图像作为参考 然后用扩散模型去生成与输入图像相似的图像 然后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它降低了文本提示的控制性 就降低了文本的控制性 然后这篇文章要做的话 就是在保证你生成图像的一致性的同时 也要提高它这个文输入文本提示的这个控制性 然后之前保证图像之间一致性的方法 是用这个时序模块来做的 然后但是用这个方法的话 就是可能要需要的计算资源 还有数据是比较大的 然后这篇文章的目标 就是要用一种比较小的数据 然后比较小的计算成本来完成这个目标 然后它的动机的话 就是说自注意力模块在 这个扩散模型当中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模块 然后他们的动机就是要通过指导自注意力的计算 然后来提高图像之间的一致性 同时呢 这个自注意力 自注意力权权重又是依赖于输入的 所以就不需要去训练和微调 嗯 这他们的方法在这个 consistent self-attention模块的方法就是 把unet当中原原先的这个self attention 替换为他们提出的这个consistent self-attention 原先的attention计算方式的话就是 拿拿到一个图像的特征去映射到这个 QQKB 然后再拿这个QQB 去做注意力值的计算 然后现在的话他们就不这样做 他们首先是从 其他的图像当中做一个随机采样 就比如说这里 他们先是从其他的这些图片当中采样 得到这个token之后 然后 对 这一步的话就把这里的token跟这里的token 相 连接 连接完之后他们到这一步的话就是 啊一个n乘c的这个矩阵跟n乘 s加n的矩阵 然后 正好能得到一个这个c乘s加n 然后这边s加n乘c 然后再跟这个c乘s加n 然后正好也是可以做矩阵的这个乘法计算 然后最后还是得到这个n乘c 嗯 哎 左边那个上面这些图片是哪来的呀 是另外是之前时序的 是不是 喂 就是你看左边这个采样的这个图片 他相当于说我输入是底下有张图片 那上面那个4张图片是啥 是是什么意思啊 是这个漫画的之前给出来的图片 是这个什么 他文章里没说啊这样子啊 反正他就说这是我我要控制生成这个图片的时候 是要依据上面这4个图片的是这个意思吧 我要跟他保持一致是这样吧 我看的意思是这样 嗯对 嗯明白了 那如果说这个漫画里面的话其实应该这样 漫画里面的话 上面4个应该是已经生成的比如说漫画 对吧 你现在要生成一幅新的漫画 然后那你要跟上面4个你要保持一致啊 所以所以就搞了这一套 所以你看上面4个里面都采样出来对吧 然后跟这个concatenation 每一个都跟他concatenation嘛对吧 嗯 应该是这样的 跟他相互让我明白了 明白了 对点我也我也有点疑惑 他没说这个是已经生成了还是真的 嗯 然后 这这部就这张图片其实是这个pi 然后pi然后再映射到qkv做这个attention计算 然后哦 我明白了 以前是直接把一张图片映射到qkv 然后做attention 现在是先根据这些以前其他几张图片 做一个呃采样 然后再联合在一起 算出了一个新的这个pi 然后再就用这个pi去做一个qkv对吧 不是qkv对吧 嗯 明白了 那我明白这个意思 好的 然后这个模块的啊 它的优点呢就是 不用训练 然后是可插拔的一个形式 嗯 然后下面的话 这个semantic motionpredict这个模块的话 它的任务就是拿到第一针跟最后一针 然后预测出中间的针 首先它是用第一针跟最后一针做这个编码 编码为kks跟ke 这里它文章声称的就是把这这部称作是 呃 图像的羽翼空间做呃 编码为图像的羽翼空间 嗯 然后再做线性插值就把本来就只有只有两针嘛 然后它就扩展为一共有L针 哦是这意思 ok 嗯 嗯 嗯 有 它那个E是Clip image encoder 就说它用的它直接用了这个encoder是用image里面的 而Clip里面的那个image encoder对吧 Clip里面的Tax encoder和Image encoder 他直接把这一个的拿过来一用 然后你相当于把两针start和end都变成了影空间了 这个影空间就kskd对吧 相当于在用这个影空间去做个插值 中间插出了这个L章是吧 对 哦 好的好的明白了明白了 然后呃 放到它这个transformer里面 得可以得出L个这个预测出来的这个P 嗯 然后再拿这个P跟 呃输入的这个提示吗 它是它是那个文身图的 所以有个文本的嗯文本跟这个P连接之后做这个 然后再跟这个 BI每一帧啊 每一帧就生成出来了啊 做这个啊 Close attention 然后就是降低这个MSE的这个损失值 呃 这这是它的这 这个图的视频生成的这个模块 嗯 然后实验部分的话 它就是直接把这 它这两个模块去 就 呃 可以说是直接插入到这个stable diffusion 这个XL跟这个1.53 明 设置的参数的话 它有一个50步的DDIM 彩样 跟这个classifier free guidance 过就设置为5.0 然后可以看到它这个实验结果的话 这个IPadapter在这个文本的控制方面是比较差的啊 嗯 嗯 它说这里因为有一个这个 telescope望远镜 然后它这个图像 但是没有 然后这个photo maker里面的话 是这个服装的一支型 就每件衣服都有 颜色都不太一样 嗯 然后啊 他呃这个stable diffusion的话就做的比较好 然后这边也一样就是文本的控制性 然后服装 看这个是蓝色 这个是绿色就不一样 嗯 所以这这边是 定性分析的话是这个stable diffusion比较好 然后就是它的两个优点啊 对吧 一个是保持一致性 所以它那个consist attention就用到了一致性上面 然后后面它又用了文本 就是呃 就是它其实最后一步不是有文本 所以它这个文本还是在里面起到作用的 嗯 嗯 然后做的定量的分析的话是用的这两个指标 然后最后得出的话都是最高的 嗯 然后视频生成方面的话 就像这里是其他工作的 都是有点小问题 然后他生成的话是比较好的 嗯 然后 在这一块的话 他说是这个女生的外貌 是不一样的 发生变化了 嗯 他可以 对 然后是他的还是比较平稳的 嗯嗯 然后用的是这四个指标来做定量的分析 然后最后的 打分的话都是最好的 嗯 然后下面是他的消融实验 他是做两块 就是第一块的话是做 啊设置不同的采样率 然后他说 0.3的时候还是有点不一致 可能是这一块他没说哪里不一致 然后不也是也不太明显 然后他说这个采样率提高的话 他的一致性会更好 嗯 然后第二个 消融实验的话 就是他把他这个是 他入到那个 就是用户可以通过这个 ID 图像 来控制他输出的 图像就是跟你生成的图像跟你输入的这个 ID 图像是相似很相似的 呃因为原本他他做的这个是 图呃文本生成图片 然后呃现在他把他这个插呃他这个模块 插入到图生图的一个模型当中 也可以用对吧 对然后嗯对也可以用 然后就是说证明他这个具有可插拔性 嗯嗯 嗯 然后用户用户呃研究的话就是 呃给出了一批图像 然后一批图像他是 用户是不知道哪张图像是哪个模型生成的 然后让用户去选哪些图像比较好 然后用户选出来图像都是用他这个模型生成的 嗯嗯去人类评估 然后嗯然后最后结论的话就是他提出的一个新的方法 叫做story defusion 然后他是可以不需要训练的情况下可以就做到故事文本生成的一致性的图像 然后并且将这些图像可以转化为视频 嗯啊他的consistent self attention模块就是 在多张图像之间是建立了联系 所以就生成的图像是具有一致性的 然后他的semantic motion predictor 就生啊可以使他生成的图像 呃视频 然后他中间的每一帧他的过渡都是非常的平滑的 然后同时呢也是保证了一致性 这就是他的整篇论文 可以可以可以这样就挺好的这样就挺好